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文艺新闻 1月2号 美国前总统福特的国葬仪式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 布什总统还把这一天定为是纪念福特的全国追悼日 所以联邦政府和许多学校都关门休息 12月26号 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享年93岁 1月2号 福特的葬礼在首都华盛顿举行 车队经过华盛顿的街道将灵鹫送往国家大教堂 参加悼念仪式的大约有3000人 包括一些美国政界最重要的人物 布什总统表示 福特任期虽短 但是历史将长久地记住他 在帮助恢复对民主的信心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常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 没有福特 冷战就不会获胜 前总统福特是美国的第38任总统 他和美国人民一起度过了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等美国历史上的困难时期 1月3号 前总统福特被安葬在他的家乡密西根州大吉流域 他下葬的私人墓地靠近他的总统博物馆 刚刚过去的2006年 好莱坞似乎和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乔治 克鲁尼 麦当纳 还有安吉利纳 球利和布拉德 皮特 这些名人都非常的关注非洲 而2007年的新年一史 最受人瞩目的新闻之一 当然要属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 在南非开办学校的消息了 1月2号 奥普拉在南非投资筹建的女校举行了落成仪式 这所学校建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小镇里 一身粉色礼服的奥普拉站在身穿绿色校服的学生们中间非常的醒目 奥普拉说 因为南非艾滋病流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用教育来改变这一现状 我希望让女孩子们受到教育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穷苦的女孩 一个和祖母一起长大的苦孩子 就像很多这里的女孩 因为艾滋病 她们被遗弃给祖母抚养 南非的很多学校因为种族隔离的历史原因都在困境中挣扎 这个名为奥普拉温弗利女子领袖学院的学校 共投资4000万美元 首批招收了152个贫困的女生入学 这个学校最终将能招收450个学生 2006年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已经进入了2007年 在送旧迎新之际 全世界诺基亚新年音乐会在世界五大城市举行 据说这是自Life 8之后 声势最壮观的一次音乐会 2007年诺基亚新年音乐会 在全世界五个城市举行 这里是香港 参加演出的原子小猫乐队成员 纳塔莎·汉密尔顿说 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在一起过新年 我们一年到头都在工作 新年通常是唯一和家人在一起过的日子 这里是孟买 这里是柏林 近年来英国最火的女生组合 唐宝宝的成员之一 凯莎·比凯娜参加了演出 这里是李约热内卢 舞台上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著名嘻哈乐队 一眼逗逗正在激情表演 爱在哪里 最后一站是纽约 估计有130万观众在现场观看了表演 全世界更有超过1亿5000名电视观众和英特网用户收看了这一盛大的2007年新年音乐会 文新闻的最后让我们来预测一下 在2007年对哪些名人会是缔结良缘的喜庆之年呢 是英国未来的国王还是美国节奏蓝调的天王天后呢 2007年有可能踏上红地毯的家欧 看上去有很多 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女友凯特·米德尔顿 节奏蓝调天王天后JZ和碧昂斯 影星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球莉 当然不能忘了英国美女明星伊丽莎白·赫莉和她的富豪男友阿伦·纳亚 尽管很多人觉得他们有可能结婚 这些当事人却几乎都是闪烁其词 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球莉一直表示 除非全美国的同性恋都能自由结婚 否则他们不会举行婚礼 24岁的毕昂斯认为自己还太年轻 没有准备好结婚 我没有什么结婚计划 去年12月威廉王子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 凯特·米德尔顿出席了威廉的毕业典礼 一时间他和王子的订婚传言沸沸扬扬 其实会不会结婚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2007年已经开始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文艺新闻之后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两部难得的好电影 为什么是好电影呢 原来他们的片名里都有一个好字 第一部电影《Good Shepherd》 字面的意思是好的牧羊人 在圣经中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儿不妨把它翻译成牧羊人 第二部影片《Good German》 意思是德国好人 您看是不是两部好电影呢 至于这两部电影是否真的都是上乘制作 那么就请您收听收看 美国王花筒记者初晓制作的 好莱坞快递 请不吝点赞 支持 欢迎订阅